宗教是倫理学的基础 而倫理学则是生活的先决条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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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郭子乾 剛剛妳看看 經過這個嘉將的加持之後 我們整個攝影棚 感覺到非常的清爽 真的 有他們省令的加持之後 整個地方都 好乾淨喔 不一樣了 好 妳既然有這種感受 那我問妳 妳知道剛剛那個加將 是屬於哪一種嗎 我當然知道 好 我問小優 小優 我真的知道 妳知道是哪一種嗎 郭哥妳這次就問對人了 是 因為他們只有三個人 所以 不是八加將 廢話 他們是官將手 官 官將手 是 不一樣的 他當然有三個人 一個官 一個將 一個手 所以叫官將手 沒錯 是這樣嗎 不過他這個 既然能夠講出官將手 搞不好這名詞 我們也沒聽過 是不是真的 我們來問特別來賓好了 好 那小優就跳過了 好 我們來介紹第二位 是我們民俗專家 江柏仁老師 大家好 第三位是我們舞蹈工作者 賴寬志老師 第四位宗教專家 呂江老師 你好 這個剛剛啊 小優有講那個 官將手 是 那首先我們剛剛一開場 我們就請這些家將 幫我們跳了這個 這個 官將手的這個舞蹈 我們謝謝五谷振興社的 官將手團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很棒 是 那我們要問一下呂江老師 剛才小優說那種說法 說官將手 那種講法是對的嗎 基本上是對的 對 台灣的家將團體 大概有三十幾種 是 我們常常聽到八家將 也可以聽到官將手 都是屬於其中的一種 那八家將真的有八個人嗎 八家將有十個 那為什麼叫八家將 因為主要的演出的角色有八位 是… 那這個官將手呢 主要演出的角色有三位 能不能簡單講一下 官將手跟八家將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因為他奉侍的主神不一樣 所以呢 主之編制也會不一樣 八家將主要服務的對象呢 可能是城隍爺東月大帝 這種神奇 那官將手是專屬於 地藏王菩薩架前的將軍 地藏王菩薩 地藏王菩薩 地獄不空 士不成佛 那是屬於陰的呢 不能說陰的 他是陽神管陰士 所以官將手他的神威是來自於 地藏王菩薩 對 他是地藏王菩薩架前 最重要的兩位副將 降臨 由他們負責去受搖 觸摸的 他們兩將的這個傳說 能不能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個官將手呢 他大概發源於民國38年左右 那最早期呢 是因為新莊地藏庵呢 每一年都會舉辦迎神落盡 然後在這個台灣官戶之後呢 新莊接 接上一位居民 黃秋水先生 他去認識到一位 國軍的一位周翰宜少將 那周翰宜少將呢 因為被奉派到台灣來 那所以他就去找他的好朋友 吃拜拜 以前都有那種吃拜拜的習俗 那當他看到這個 新莊地藏在落盡的時候呢 他就跟他講說 你們的價錢少了兩位真損將軍 他就教他 對 那所以說才 後來才演變出 有這個官將手這一種 價錢護衛的聖將 這樣 這個有主神還有兩位是 真損將軍 那曉耀 地藏庵的靈驗 聽說滿靈驗的 我跟你說 真的只要講到地藏庵 你就上網查地藏庵 立刻後面就會出現靈驗兩個字 在新莊這個地方 算是新莊人呢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因為他除了靈驗之外 他其實很早就成立了 在乾隆22年就成立了 那為什麼這麼靈驗呢 就是像剛剛講 他是陽神館陰間 所以呢 他就可以讓眾鬼都可以 誠惡除凶 所以很多人呢 為了 比如說車子被偷了 或是什麼 老公被偷了 像這種呢 他們都會來查 老公被偷了也可以 如果你進去廟裡面 你會看到滿滿的感謝狀 都是他這些信眾呢 因為他們來求地藏庵 可能有什麼事情相求 滿滿的那些感謝狀 你會覺得很神奇 比如說像這個 他是感謝地藏庵菩薩呢 讓他呢 可以房子順利的找到 你看都找房子也可以喔 再來 像是很多人他車子被投 或是比如說什麼東西被投 他們都會來找 對 最後可能過一個月過多久就找到了 那個感謝狀真的是非常的多 所以其實地藏庵真的是 在新莊這個地區之外呢 現在已經成為 大家呢 如果有什麼事相求找東西 或是有什麼 一定要找神明幫忙 都會來地藏庵 妳有去求過嗎 妳有求過 我跟妳講 接下來我就是要去那邊找老公 該誰要跟她講 人海茫茫之中 妳就請江柏樂老師就好了 那邊不是找老公的 妳不能找老公嗎 不是 因為新莊地藏庵是主管 因為老師常常去 所以有時候 新莊地藏庵它的好處是 有時候鬼魂生病 鬼魂生病一般的行 他沒辦法治病 你只有祈求地藏庵菩薩幫他治病 鬼啊 鬼也會破壞 我們人會破壞 鬼也會破壞 你求地藏庵是凱因卡薩 你當然求地藏庵菩薩比較有效 或是說老公外衣投花 或是老婆像脫江爺馬 像外衣偷跑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請假神 你請假神去處理的時候 譬如說要去沾頭的 假神一般沾都沾不太長 但你請地藏庵菩薩來旁邊的行方 用音的下去沾 下去吹 回來就不可以打 他那個斬桃花超有料的 像你剛剛那個要找老公 你是求月下老人 對啊 那拜我們七千里就可以了 對啊 基本上呢 而且我... 不好意思 基本上新莊地藏庵 所以我們要聽一下傳說 這個傳說就是說 曾將軍就屬於增加 筍將軍就屬於減少 那他的符號就是一個是正 一個是負 對...所以他可以增加壽命 跟減少壽命 他派這兩個部將出去訪查的時候 也會有一位陰陽師 黑白臉的他會記錄 你的功過 你做善事比較多的話 他就會增加你的壽命 對...那你這個壞事做得多的話 就減少你的壽命 所以在字面上來講的話 曾損將軍有這個意涵在 江老師像一般家將我們 都要請神明對不對 那請神有哪些方法 要怎麼請 其實請神來講 北中南的習俗不一樣 那每一家每一家包括 他每一支頂頭的頂頭罐 他請神的方式也不一樣 因為主廚才不一樣 他請神的方式就不一樣 像他這種敲這個小滑鼓的 可能是他們本身 像以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是直接燒香請主神 譬如說我們拜請什麼祖神 譬如說我們拜請的是三星託祖 我們請三星託祖 我們請我們的神 我們請我們的神 祖神 也不是請神明去正義的神 不是 是由法師或主事者請神 用禀報的方式 神明自然就會來 那有的話是不一樣的 有的是由法師 他發出口徑禮國 發出下去請神 那有的話是由管主 像呂江老師他們可能是管主 那管主他正義的祖神病 說我們剛一天要出神 要幹什麼 要幹什麼 要去什麼 褲子或是 他要收拾的時候 你要請你的祖神做主 你不是說 你總管所 或是說你的北家鄉 你這樣 月月之後就要出去了 不可能的事情 中間的過程 他當然還有所謂的開面 開面也要請神 開公也要請神 你要請祖神出神的時候 一定有祖神 祖神 有時候可能會祖神 有的人是基神一個瓦神 瓦神下去請 有的可能是發出下去請 所以每個地方 不一樣 北 中 南 他每個地方都不一樣 但是都是由 每一家的頂頭 頂頭罐人的祖祖神 他下去處理說 他是要請神的 或是要請發出的 或是當機器膏下去處理 這個呂江老師 這個鎮頭請神是 台灣的疫症大概一百多種 五龍五師 高嬌症 大概一百多種 但是屬於這種 家將類型的 他是一種四位神將 他牽扯到的 所謂的神的信仰在裡面 一般五龍五師就是一個 一個道具 一個行頭 時間到了 走過去拿起來就可以演了 家將類的不一樣 家將類呢 我們看到他很繁複的 要著裝 要化臉譜 化完臉譜 他是屬於類神將而已 他也不是神將 一定要等到法師開光降臨之後 他才能夠代表他 裝扮的那一尊神去執行任務 對 所以說 家將類的所謂的疫症 包含官將手 我們剛剛看到官將手 都一樣 他必須要經過一套 很嚴謹的一個禁聲 然後裝扮之後 然後開光降臨了 才可以出去執行任務 回來也一樣 任務結束之後 再把神退還給聖靈 還回原本的自我 要經過另外這一套程序 一般的疫症就不用 但是我有聽郭哥說 怎麼樣 就是這些家將的 對啊 搞不好還要吃素 要吃素也要禁獄 早期要三天 現在工商社會 你說三天叫 叫他來住在廟裡面 他大概明天就不玩了 他指我說半月十二點化妝 十一點之前你吃分食沒關係 但是只要化妝了之後 就真的是要禁口 然後要這個禁獄 對 因為你要扮演的是很神聖的神明 對 甚至於中南部有些家將團體 還會用那個銅針 穿過去進口 你就不會講話了 也有的是咬著三隻香 你咬的東西你就不會講話了 對 咬著香這樣子 因為我堂哥之前就是八家將 他本來是沒有酒窩的 結果有一陣子 妳是開玩笑 我說的是事實 後來有一陣子我看 唐哥你怎麼多了酒窩了 他就是有用那個禁 就是他講的那個禁口 這樣刺過去 刺過去就多了酒窩了 我說的是真的 怎麼感覺從你嘴巴出來 好像是開玩笑的 下次請我唐哥 不要緊 反正唐哥八家將會懲罰他 不過講到這個請神 還有這個家將 像我們看到一些神靈 像什麼三太子 土地公 什麼七爺八爺 在廟方出巡的時候 都會編自己的一套這個舞蹈 對 但是也有反其道而行 像剛剛我們這個志寬老師 寬志老師的團隊 反而把這個官將手的這個元素 加入這個舞蹈裡面 變為這個火將手的表演 是不是 好厲害 那這個火將手的表演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們這個表演 有精采的VCR 什麼時候 有 toàn 不然 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想請問你 當初怎麼會想要把這個 關將手這種元素放到 這個活舞的舞蹈裡面 我們是Coming True表演工作坊 我們就是一群靠著 活舞為生的人 我們的人來自非常多 不一樣的領域裡面 就是你們這一團 本來就是在靠活舞表演 對… 那我們透過活舞從台灣 然後一路到大陸的 許多地方去做的展演 也上過一些電視節目 但是回頭過來看就是 我們雖然到很多的地方去做的展演 也做了一些作品 但是我們卻缺乏一種屬於 只有台灣自己 才能夠做出來的藝術創作 台灣本土的文化 要融入進去 後來我們就朝了 鎮頭文化這個方向去找 從裡面找到了唯一一種屬於 台灣才特有的關將手 在關將手裡面 我們透過這樣子的一個作品下去 與我本來就有的活舞去做結合 朝這個方向嘗試去突破一個 更有台灣代表性的藝術創作 這個很好 你看看這個火舞加上 關將手的這個表演 感覺好像真的神明 圍繞在那個火的旁邊 有沒有那種感覺 更有氣勢 然後好多神明圍繞在那邊看 你們要表演得好一點 那這個 你剛剛說關將手是台灣 特有的文化 那八家將呢 台灣的家將文化 這種世衛神的信仰 起始於清朝的中業 那因為那時候清朝派兵來駐紮台灣 常常發生瘟疫 其中有一位湖州級的總兵 就聽從他們班兵的一個建議 從湖州請了五湖大地來鎮壓瘟疫 那五湖大地的價錢就有十家將 也一併傳到台灣來 因為他們要送王船 要送瘟疫船 那所以開始奠定了台灣的家將的文化 正統的關將手來講的話 他的臉譜就只有兩色而已 綠色有一點英雄好看的 那種草莽性格 那紅色的是代表中藝 花紋呢 那就有美味的臉譜畫師自己的巧思 你要畫蝙蝠蝦 你要畫一個 蝙蝠蝦也可以 蜘蛛人 鋼鐵人都可以 湖州級的總兵呢 就聽從他們班兵的一個建議 從湖州請了五湖大地來鎮壓文藝 那五湖大地的價錢就有十家將 也一併傳到台灣來 因為他們要送王船 要送瘟疫船 那所以開始奠定了台灣的家將的文化 那一直演變下來會發現說 不同的主神都用八家將 他好像不太適合 你媽祖是海上的女神 你用八家將 他們這種漢兵不就溺死了嗎 所以會自己的主神會去找自己的 這個家丁家將出來 那所以官將手呢 因為我剛才說過 他是在新莊的地藏庵發源起來的 所以是屬於我們本土的家將文化 跟那個十家將八家將 從中國福州傳到台灣來的 有所區隔 有一點區隔 這樣講我們就清楚了 我想問賴匡之老師 因為我覺得這個改良式表演 其實算是一個滿大的突破 我們今天也是第一次有看到 因為我覺得 對 官將手的那本身的表演 跟這個活舞做結合一定有 你遇到有沒有什麼很大的困難 因為其實是滿不一樣的風格 對…有哪些困難 其實困難非常的多 數都數 最困難就是禁慾 喂 喂 其實是 禁慾不困難 可以先從吃素跟禁慾這個角度 就可以來講起 就是我們 雖然是後來才去學了 這本來也不是我們生活化的一部分 後來去學了以後才覺得 就是禁慾這件事情 它並不是一個 你要做 一定要做或者是怎樣 一個強制的束縛 而是你要由心發出 對 比起傳統更重要的是 你要真的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去相信它 人家才會尊重你的演出 那現場有沒有可以示範動作 還有這個表情 示範困難的地方 困難 困難度在哪裡 好 現在寬志老師站出來了 而且拿了這個武器 感覺好像滿重的這個感覺 那這個寬志老師要幫我們講解 這個火將手 它困難的部分 還有它代表的意義 其實最主要這個三叉 是只有官將手才特有的一種兵器 對 像八大將的話 比較常見有扇子 然後還有一些火牌 虎籤 太極扇 對 但是只有三叉是 將手才特有的 而且是最重要的是 這是 這樣在拿的武器 也就是站在中間的 好 那我們把它改良 就是直接用佛具鏈的三叉 然後把它加上了我們這個特製的 就是從紐西蘭進口的一種 專門用來點火的布 這是上面會點火 可以拿到旁邊來 不要當到你的臉 對 OK 當到你帥氣的臉 對啊 帥氣 那地上那個是什麼 對 地上那個是什麼 這因為我們把它加了布之後 它的重量會從本來的 原來的重量增加到1.5倍到2倍重 為什麼要加那麼重 因為要靈油 要點火 我想說跳舞是不是比較輕盈 比較好 原來要加重 感覺就很重 你在裝 真的 有點正義 是嗎 大概 大概 我拿得好像殺霧鏡 霧鏡啊 你拿像豬八戒 你才豬八戒 大概2公斤 所以因為重量增加的關係 底下這個木頭 就一直被我們震碎 對 本來這個是裝在底下的 是用來對重 但是因為重量變太重了 所以往下一敲的時候 有一次練一練就把它敲碎 斷掉 對 然後這個木頭本來 底下還有一段 然後就一直往上敲 這樣 越敲越短 越敲越短 對 越敲越短 那能不能請寬志老師 幫我們示範一下 好想看 他那表情好帥喔 這個厲害了 這個舞蹈一跳下去 加上那個表情 感覺就是那個神明來到現場 是… 哥哥你想 他如果是在點火狀況下 他一定很容易會燙到或什麼 有被燙過嗎 真的嗎 馬上要秀這個 但是他再怎麼秀應該也沒有 就比較小一點 這是真的很嚴重 也很嚴重 也很嚴重 他這個應該是在耍的時候 剛好你又滾 對… 所以說這個還是要安全 因為一般冠將手在抓的時候 都會抓前面 但其實我們在做的時候 因為火往上上 對 會往這樣逆勢 對 所以我們其實只能抓這邊 然後力矩跟力弊變得非常大 對身體的負擔其實還滿重 那你可以把舞蹈轉成向上 你向下火就往上升 沒有 你就向上 向上然後往下下來的時候 那個火就這樣過來 對 所以你除了在演出之外 還要去躲那個火 是… 呼吸也是 比較危險 那我就知道 他們在編舞的同時 還要顧忌這個火 對 所以說困難點在這邊 對 好 謝謝 寬天老師 謝謝… 謝謝… 那我們還是要問一下 這個呂江老師 關將手好像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規定 或者資格 這個 因為剛才寬之兄他是藝術表演 我一直很推崇這種藝類的結合 關將手跟其他的元素做結合 他僅止於所謂的藝術表演 舞台表演 真正廟會現場 是不能有這個不一樣的 因為他是半神 所以在正統的關將手來講的話 他的臉譜就只有兩色而已 綠色跟紅色 主將他來代表這個綠色 那麼依照色系來分別的話 綠色有一點英雄好漢的 那種草莽性格 所以代表了他的威武性格 綠色 紅色的是代表綜藝 關公 對… 有點像關公這樣 比較綜藝的象徵 所以說 自古以來的吉祥顏色 都是踏紅配大綠 紅花配綠葉 所以關將手也採取這兩種 重要的元素在裡面 至於花紋 那就有美味的臉譜畫師 自己的巧思 你要畫蝙蝠俠 你要畫一個吉祥顏色 蜘蛛人 鋼鐵人都可以 真的假的 對 美國隊長 沒有那麼誇張 但是就是說 你可以自由發揮一點點 但是 底色一定要是紅色跟綠色 剛剛講解那個臉譜的部分 我們要不要請關將手入鏡 協助來解釋 我是沒來講一下他的藝術性 好 這個剛剛我們一開場表演的 關將手就站在我們的現場 我們要請呂嘉老師幫我們 簡單介紹 他們這個臉譜 還有身上的這個服裝 各代表什麼意義 像你最靠近你那一位 他好像上面還金光閃閃 這個關將手 我們看得到 除了他的威武的舞姿之外 他全身上下都是寶 都是民間的工藝藝術 像這個頭盔 他是屬於硬紙板 然後一塊一塊去黏起來之後 上金箔的 是屬於指標藝術 對 我以為是塑膠的 沒有 這個臉譜是屬於彩繪工藝 彩繪工藝 這個衣服它是屬於刺繡品 這是刺繡工藝 我們還看到另外一個 他腳上的草鞋 這個是屬於編織藝術 這個草鞋有隔開 這個晦氣的一個作用 所以這個關將手 再加上他本身的刑具 刑具是一種工藝 木雕工藝或者是鐵製的工藝 所以那全身上下 地藏王菩薩 獲稱幽明教主地藏王菩薩 當釋迦摩尼佛到 刀立天宮說法的時候 曾祖父地藏菩薩 要在釋迦摩尼佛涅槃後 以彌勒佛降身前的無佛世界 留在世間 教化六道眾生 所以菩薩常獻身天上 人間以及地獄等處 發誓要度盡六道眾生 方乃成佛 因此地藏王菩薩成立下 地獄不空 事不成佛 眾生度盡 方成菩提的宏願 所以地藏王菩薩現在還沒有成佛 當然 因為地獄很難空 那他許下這個願望太大了 不是大 他是真的想要度盡所有的眾生 所以發下這個宏願 希望有成功的一天好不好 是 這樣我們就不用定地獄了 他胸前掛了這個像彩球的 拋繡球這個紅色的是什麼 他是一個裝飾品 因為這邊有個護心鏡 原本將軍出征的時候 這邊要有個護心鏡 他用這個來做代替 算是保身符 對 保護 正統出征的時候 有時候還有一個健康餅 吃平安的那種健康餅 可以分給信眾吃平安的那種 祭光餅 打仗的時候要吃祭光餅 也是會掛在這裡 然後你說圍一圈 圍一圈嘛 因為打仗的時候來不及回去吃東西 然後掛一圈然後邊打邊吃 祭光餅對不對 看看 我還了解一點 主要是分給信眾吃平安的 因為是他們的軍糧 神的軍糧分給信眾吃的 另外我剛才有說到 像他們現在裝扮好之後呢 屬於類家將 還不是真正的家將 不是真正的官將手 一定要經過呢 法師或者團長開光請鈴之後呢 他才會變成是真正的官將手 才能夠出去執行任務 所以說呢 我們現在來邀請這個 五谷正心社官將手團的 張團長呢 來示範一下正統的所謂的 開光的儀式 開光儀式這個很重要 好 那麼在開光的儀式當中呢 第一個步驟一定要先進身 進身 因為他剛畫好這個 可能剛才有去上一下洗手間 或什麼的 不知道 反正就是先幫他做一個 進身的一個動作 那進身完之後呢 我們看到現在 這個三叉間將上面 有一個試鏡的一個動作 就是說如果沒有主神 地藏王菩薩的令子 是不能隨便出這個槍去 抓這個惡鬼的 那現在他放在他頭上 頭盔裡面這個是他的保身符 因為畢竟你是凡人去扮演神將 扮演神將的時候 一定要保護自己 然後兩邊還有兩個叉角 現在呢 有一個開光的一個手印 用一個開光的手印來幫神將開光 那後來呢 再來呢 我們就要看到他開始請神 請這個主神做主 然後他要扮演的是哪一尊神將 請哪一尊神將呢 來降臨到這一個扮演者的身上 讓他去幫忙執行這個任務 然後回來之後呢 再舉行一個退班的儀式 這個整套儀式就叫開光引鈴 這個箱呢 等一下要插在後來 後面他的頭盔上面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特地留了一個洞 可以插箱 這個箱不能斷 不能斷 就是說他快點燃的時候 點完的時候 還要再接三支箱 再趕快接上去 讓那個靈性可以延續一直到他 整個任務結束回來之後 回到廟裡 然後面對主神報告 這個儀式完全結束了 然後才可以退班 那把箱拔起來 然後火化 然後這個還給主神 臉譜抹掉 返回原本的自我 還人的面貌這樣子 對 所以這是很嚴謹的一套 開光的儀式 但是一般很多外界 就是間接模仿 也沒有拜師傳承的話 他就不懂了這一套儀式 那剛好我們今天這個 五谷真心社官將走團 他也有正式的一個師承下來 所以他們能夠知道說 開光引鈴的重要性 外界的團很多都已經就是 失傳了 對 或者沒有太注意這些禁忌 對 開光完之後 才可以正式開始出軍 整個從頭到尾 我們都覺得很莊嚴 很隆重 對不對 像這個臉譜還有服裝 都是有禁忌的 聽說如果不正確的話還會出事件 對 因為有時候 如果說扮演者或者是 這個化臉譜的畫師 不是很優的話 OK的時候 他有一種叫筆薩 筆薩 畫到一半不是他昏倒 就是畫的人昏倒 那時候就要有法師 他們要來解救 因為會有一些 臨界干擾的話 就會這樣子 會不會說他筆薩他畫得不好 結果義大利那個筆薩的斜就 就歪了 越來越歪了 喂 原來講正經的 我也是講正經的 對啊 他們沒笑 扮演者當然是要很莊嚴 對啊 坐著的時候就是 坐得很好這樣 站就站有站姿這樣子 因為他代表的是 神界的四位神的將軍 所以他要統領千兵萬馬 所以他不太能夠 嬉皮笑臉的這樣子 也不講話 太好了 謝謝 開關完之後呢 最後一個儀式呢 就叫上馬 以前將軍騎馬的 上馬 是 要上馬 對 就要上馬 好 謝謝我們呂江老師 還有我們團長的介紹 眾獎百萬 上馬 他們的表情 表情有耶 他們有表情 對 要仔細看他們的表情 好精采喔 這個在路口操演的時候 在這個淨空這個 因為十字路口比較會有車禍 會有不好的血淋在那邊 往往看到的是 他們在路口表演的時候 交通警察他一轉頭的時候 交通警察完就倒退散步 被他震懾到了 真的 有沒有看到這樣 我剛剛也退了很多步 很有氣勢 很有氣勢 好 謝謝 所以說整套儀式 從頭到尾 我們就看到台灣獨特的文化 官將手的文化 太厲害了 好 除了我們官將手之外 我們要請這個江波樂老師 幫我們分析一下 像剛剛那樣的 獨特的官將手的文化 還有什麼要注意的 其實官將手跟八家將 其實當然是類似 但只是同齡的主神不一樣 一個是地藏弘菩薩 一個可能是城王爺 但重點是在於說 開光請神的儀式 因為各家北宋團都是不一樣 早期 我們講的早期比較正統的話 通常要禁獄三天以上 古早 古早 要禁獄七天 七天要禁獄 另外七天到三天都是要吃素 難怪窒息這麼故意 都是很 女生也不可以跳吧 女生當然是不行 但我們要講的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要禁獄 還要吃素 吃素 那在畫的過程裡面 傳統 這些扮演家將或 官將手的 都是要閉口 剛才那個李章老師講的說 你可能要加香加在這裡 或是都不要出口 那我曾經就是遇過 中南部 就是廟要做酒 要安租 請神 當然一般的廟宇裡面 他安神 他有的甚至比較工夫 除了官將手以外 還有八家將 還有鍾葵 鍾葵通常是法師在辦鍾葵 就曾經有一次就是說 廟裡面 就是剛才我們選五次的時候 就是安廟的 就是在廟的座 慶典活動的過程裡面 包括安座 安好之後 可能會補 街頭 街頭吃飯之後 當然就會退嫁 就官將手會退嫁 不過說八家將 那我講的是八家將 不是官將手被附身 那通常來講的話就是說 退嫁之後 你等於是沒有主神來附身 那傍晚的時候 他們這些人都沒有卸妝卸下來 有的小孩比較小 退嫁之後 旁邊剛才有一個范子卜 不然我們晚上來去了 創作一個這樣 這裡面扮演八家將 因為已經退嫁了 也沒有主神在 結果 他去范子卜的時候 人家搶聲說 唉唷 今天我來了 我們幾個都拿出來 不然你驚這裡有什麼 沒有搶聲 官將手陪同主神出巡的時候 也不能看到鬼就想抓 那不行 我們台灣有很多著名的鬼屋 那不能去抓 曾經會有那種 家將團或官將手團 明明知道他還衝進去 結果 啪 被打倒來 我已經退嫁了 也沒有主神在 結果 他去范子卜的時候 人家搶聲說 唉唷 今天我來了 幾個都拿出來 我沒有你驚這裡有什麼 沒有人家搶聲 小朋友一般都會 我說我在嚇什麼 他認為說 其實你神明已經退掉了 對不對 他還敢打 還敢嗆聲 但有些小朋友比較不懂 開玩笑這樣子 我今天來到這裡 我跳起來讓你看我跳 結果呢 你剛才搶的鬼屋心 南部很多是怎麼樣 比如廣澤尊王五五千歲之中 九星之後當然人家要扶 整天都扶去這個廟裡 叫王爺起咖 都術心嘛 王爺起咖 一個人扶一下 說一下… 但是也很奇怪 應該… 我們來是 膝蓋手都後背說 扶言亂語 新明王爺起咖 其實一起咖之後 就退掉了 所以 其實在扮演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沒有經過 專業的請神儀式來講的話 一般來講 很容易出事情 滿危險的 目前來講 純粹表演是比較多 真正說 純粹表演給你哭嚇阿刷 這個現在目前來講 是越來越少 我補償一下 曾經遇到過一個出巡的案例 我就在旁邊看 他們出巡的時候 經過一個大排水溝 然後 不能講話的官將手怎麼辦 怎麼辦 他遇到了靈異事件 怎麼做 他會在那邊讚抖 他會在那邊 稍微讚抖一下 表示說 我覺得這裡有問題 但是他講不出來 他不能講 跳…之後呢 後來才知道說 那邊有個水流失 就卡在那邊 對 但是因為這個時候 官將手出巡的時候 是為了 護衛主神出巡的 現在的任務不是這個 以後再處理 先知道有這件事情在這裡 但是由於他的市警之後 人家就去找來源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官將手陪同主神出巡的時候 也不能看到鬼就想抓 那不行 我們台灣有很多 著名的鬼屋 不能去抓 因為很多鬼呢 他是有帶子修行的 或者他在等待某一個時機 他要做什麼事情的 有經過神明批准 讓你在這邊修行的 那個不能抓 曾經會有那種 家將團或官將手團 明明知道他還衝進去 結果 砰 就被打出來 對 這個讓我們想到 最近不是有一個鬼故事旅行團 這夜遊團 夜遊團 對 那個也是故意去 想要去找刺激的 這個可能就會去 真的發現 對啊 發生恐怖的事情 所以正統的官將手團 在執行任務的時候 他會依照主神給他的令子 去做他應該要做的事情 其他的很可能 就讓五行的神階去處理 有行的話 就可能是等刑事警察來看看 真的可以找到什麼市政的話 找到一個流水師 就破案了 也不一定 所以常常可以看得到 家將團 他除了這個表演鋼掛正法 這個守護地方之外 在遶境的途中 他會隨機的表演很多動作 譬如說在路口 譬如說在廟口 可能在一個空地 這個都有他的意涵 太好了 這個講得非常的詳細 那麼寬志老師 你自己的這個跟這個官將手 他們排舞 然後跟他們接觸 你自己的經驗是什麼 像畫臉 畫臉 對 畫臉 剛剛我們看的那個 所以最重要的 我們還是遵循傳統的部分 就是曾將軍跟筍將軍 主要是曾將軍是青面 青面 然後筍將軍是赤面 紅面 剛剛有看那個藍色的是 藍色的是 藍色是後來就是 有這兩色之後 那油的症會比較大 就是通常是三人 或者是五人出症 以基數為倍數 對 那再增加 後來再增加兩人 就是為了增加變化性 所以又會多出一種顏色 顏色會不一樣 比較大的不同就是 通常在臉上會 一般會用油彩 油彩 一般會用油彩會 但是因為我們是有油料的 所以如果油上來 那個油彩就會糊掉 所以我們一般都是用水性顏料 水性 我們特別用水性顏料來畫 對 那在畫臉的時候 一般來說不會超過大概兩到三色 通常白色一定有 白配紅或者是白配這個綠等等 對 然後顏色不會太多 去凸顯你的眼睛的部分 然後還有很重要的就是眉毛 因為醬手在 很多都會在這邊帶那個眉 那我們是因為必須要點火 所以逼不得已 我們只能把這邊拿掉 你們那個頭髮眉毛都不能帶 對 我們這些都不能帶 其實我們覺得很可惜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要點火的關係 所以就不能突顯出這些 也是很特色的東西出來 對啊 但是有一種狀況就是 比如說這個 關將手是算陣頭 對 出去出巡表演的時候 遇到別的陣頭 有沒有這種狀況 之前電影都會演都會打架 對 會嗆聲 對啊 也不見得一定會打架 因為陣頭跟陣頭相遇 本來就是要互相行禮 我們看到行事團 不是互相尬場 對 就是 不管任不認識 校正 對 你也太囂張了 校正 對 比氣勢嘛 也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一般以和為貴 如果說 因為繞進了路途當中 有時候剛好狹路相逢 這條路過去那條路回來的時候 一定會碰到 那尤其是相同的疫症 行事團的話呢 那個團長就會把獅頭壓低 你盡量低一點 你不要太高 太高你就太傷手了 那當然就好了 對不對 那雙方都壓低了 互相行禮之後就過了 結果雙方都匍匐前進 差不多 太低了吧 那這個官將手 或者八家將也一樣 他們如果遇到的話 還是要禮貌性的行禮 那官將手的話呢 就是互相看著對方 然後中間主帥呢 把那個山楂尖槍拿起來的時候 要看一下對方 雙方的動作要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起來 才沒有分大小 那起來的時候 開始拜禮的時候 雙方一起拜禮 但是你不能到了上面的時候 呼 這樣就換技了 你當然已經吵起來 已經打起來了 對…你不能一定要高過對方 這樣不行 就是大家稍微克制一下 那基本上 常常遇到他們尬頂就是這樣子 八家將也一樣 那官將手也一樣 有時候就是會 稍微良性的 比拼一下這個所謂的記憶 他們所謂的術語就是 你吵起來 我吵起來這樣子 可能動作不一樣 但是最起碼是良善的 把我最精華的表現給你看 我學到這樣子 那你學到什麼 其實我還滿好奇的 很像是陣頭大道一樣 對 我還滿想問那個呂江老師 他們像這樣子練訓練 到可以這樣上陣 大概要多久 對 大概要多久 這個因為每個人的姿質不一樣 那我們剛才看到官將手 他在表演的時候 進場的時候 剛才開場的時候他表演四門 事實上要學的東西很多 不是說你會跳 腳會舉起來會踏下去就好了 基本上 基本功練好之後 你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師父會教你所謂的 依照太極兩儀四項八卦這樣子 慢慢的慢慢的教你 教你到全部都會了 你就出塞 但是這個沒有一個時間性 有人可能學十年學不好 有人領路率比較高的 看一下就會了 所以現在外界很多官將手團 根本就沒有拜師 也沒有學藝 你問他說你的老師是誰 他會跟我講說 我老師是錄影帶 錄影帶老師 錄影帶教學 對 但是那個只能夠學到皮毛 你沒有辦法學到真正像 剛才張團長的那種開光儀式什麼的 我們看到很多官將手團 就是畫好臉東西拿著就出團了 就出團 那一定保證出事 出團保證出事 保證出事 寺廟也不希望遇到這種團 是良心講 因為你沒有經過正統的儀式 這個開光或者正統的話 一定是軍心很煥散 就是那烏合之眾 隨便抓來就 為了賺錢就出團的那一種很多 那當然是不好 所以有些正統的團會比較愛許羽毛 就是不會隨便就是人家出團 對… 但是問題如果遇到好力 對啊 請就請不到 大家現在不知道要怎樣 廟方也不得不請 台灣的正統文化 其實我們講一句真實的話就是說 正統文化為什麼慢慢會沒落 沒落的原因是因為 就剛剛李章老師講 很多的成員稱之不起 對 正統的話當然來講 比較正統它會經過開光 經過傾身 經過正式的法師 可以來做這樣一個族群的動作 但是你現在看到 為什麼 有的人看到電腦說 電腦你看都難的 都有了沒有了 對不對 這種東西其實說 其實我們當然呼籲電視上 這些鎮頭文化 就是說 數值如何都會提升 當然也不是說 你抬台下抬速速 撲速 你做電腦就比較有追蹤 然後完全抬台下抬不追蹤 其實不是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 慢慢你看 包括我們來講 我們身為命理師 人們看你這個命理師 對不對 江湖速四 對不對 生平說現在不能休息 不能拜拜 你看台灣很多的文化 包括你看 像最近你看 最近台北市文化 都不能休息 不能休息 你看生平平常都退假了 我講個實在話就是 我們曾經遇到很多的困難 就是說 生平說 為什麼台灣經濟慢慢沒落 生平說一句話說 我們台灣的事情 都不需要點台灣 都要帶來台灣 為什麼 我們現在不能休息 不能休息 但是你這個科技 你本身就是要休息 你就是要休息 要拜拜 你甚至要休息 做這些科技 你送兵費 你不用錢 你幫我休息 給他休息 但是慢慢沒有這樣子 所以很多 包括鎮頭剛才 李江老師講說 鎮頭起來 正常平常怎麼去照顧 不可能的事情 那就是都沒有整個休息 你整個休息 你覺得空氣 好像我今天就能當老師 我怎麼幫我幫你害 為什麼 我也怕去生平處 除非是這些 都沒有正統科 也不是政科般的 所以他做這樣的事情 他要不要叫行廚 所以這種東西是 我覺得說鎮頭文化是要保留 是要發揚 但是要有一定的規矩跟素質 我覺得這種人應該 也可以規範這樣子 沒錯 真的 老師講得好 就是鎮頭的文化 是我們台灣固有的文化 我們如何保持住 然後繼續的發揚光大 這才是我們應該繼續做的 鎮頭沒有分誰的素質好 誰的素質壞 只是你只要新陳 對不對 我相信那個表演出來的 就是很莊嚴 大家看了就是 神看了也開心 人看了更快樂 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鎮頭的文化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記得看我們這個 《非常意識界》 絕對讓你們收穫很多 禮拜一到禮拜五 晚上11點準時收看我們 《非常意識界》 謝謝 拜拜